我的噩夢 總在又度過平靜無波的一天時間裡 那些噩夢像種下午後的雷雨 不滂沱 不滾雷 雨吃換的有一陣每一陣 雷百無聊賴的門門轟鳴 天地煩熱 並且煩悶 一點也不震撼人心 但讓我非常害怕 因為我不知道這場已經下了太久的 零零落落的雨 究竟何時才會真正結束 她就這麼繼續在 每個微微相安無事的日子 將要結束時 有一搭每一搭的又下起來 下盡我的深夜 下盡我的睡眠 總是差不多的場景 總是我看著愛過的人 後來牽著別人離開的背影 這座城市的極北和極南 遼闊的校園 沿著山坡而上的教室和故事 這裡燈火通明 那裡點點星星 曾經無論在哪裡 最亮的 永遠都是我愛過的人們的眼睛 但在這些噩夢裡 最亮的是他們的背影 亮的幾乎要刺下我的眼睛 每次驚骰的醒來的前一刻 我總是在哭泣 是我做錯了什麼嗎 或是 是我沒做好什麼嗎 這些沒有答案的問題 在雨又開始下進夢裡時 無窮無盡的回蕩著 像雨也像雷 傾盆爆裂 自始至終的無言以對